马来西亚人在脸书上写给中国人的一封信 事实上 国外清醒的人依然很多 你可以讨厌中国 但是请你先认识他 了解他 下面这篇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的见解 请参考 在外网引起轰动 马来西亚人在脸书上写给中国人的一封信 中英对照版 来自《专栏我在泰国看世界》 作者Aninger定居海外 独立评论员 原文为英文 经过我本人的翻译 为大家呈现 马来西亚人如何看待中国的一篇文章 以下为中文版 来自马来西亚人 我来自马来西亚 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贸易 也有2000年 在那些年里 他们曾多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 但他们从未派兵侵占我们的土地 海军上将郑赫 曾五次乘坐巨型舰队来到马六甲 并且是哥伦布圣马利亚舰队的八倍档 他本来可以轻松地占领马六甲 但他没有 1511年 葡萄牙人来了 1642年 荷兰人来了 18世纪 英国人来了 然后我们接二联赛地被他们殖民 当中国想要印度的香药时 他们与印度人进行贸易 当他们想要保时事 他们与波斯人进行贸易 他们从不侵占土地 中国唯一一次扩张国际是在元朝 成吉思汗及其后代 沃阔台克韩欧给戴康尔 归尤汉盖尔克康尔和忽必烈 库北尔康尔 征服了中国 中亚和东欧 但是元朝虽属中国 却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 接着是屈辱的世界 在英国人没有足够的白银 来支付清朝的茶叶和瓷器贸易之后 英国把鸦片走私到中国来贩卖毒品 这是一种扭转贸易逆差的策略 在虎门硝烟 中国关闭港口以遏制鸦片之后 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国输了 香港被迫在谈判中 向英国割让南京条约 那个时期 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 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大亨 英国人拥有中国90%的鸦片市场 其余的10% 由波士顿的美国商人拥有 波士顿的许多机构 而建立的 南京条约签订12年后 西方开始变得非常非常贪婪 英国人要求清政府 1.开放中国边境 允许货物自由进出 免除关税 2.使鸦片在中国合法化 面对疯狂的要求 清政府说不 英法两国在美额的支持下 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而中国又输了 英法军队突袭了颐鹤园 并威胁要烧毁皇宫 清政府被迫用港口自由贸易区 30万公斤的白银进行了支付 香港九龙也被抢走 从那时起 中国的资源便通过这些贸易区 和港口自由进出 在随后的条约修正案中 中国人被卖到海外当劳工 1900年 中国遭到八国联军的进攻 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 奥匈帝国 北平县北京的无辜中国平民被谋杀 建筑物被毁 妇女被强奸 皇宫遭到袭击 宝藏最终落入了伦敦大英博物馆 和巴黎卢浮宫的口袋 20世纪30年代末 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被日本占领 数百万人在这期间丧命 仅南京大屠杀 就有30万中国人被杀害 毛泽东把中国从废墟中团结起来 中国迎来了和平 统一 接着就是邓小平和他著名的 黑猫和白猫的故事 比起意识形态 他对使用主义的偏爱 已经改变了中国 这种思想使中国可以一直发展 以调节国家的实际需要 而不是拘泥于意识形态 当前的社会主义加精英主义 加市场经济模型 完美地贴合了中国人 并推动着中国的崛起 而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模式 可以说比香港更成功 因为香港是通往中国的门户 受惠于中国的经济繁荣而发展 而新加坡则完全自主发展 短短30年 中国共产党已经让巴黎人摆脱了贫困 发展的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他们已经建立了最大的移动网络 全世界最大的高铁网络 并且成为了极简狂魔 他们把一个叫做深圳的渔村 打造成仅次于西国的世界第二大科技中心 他们正在成长为技术强国 它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电子商务 和无现金支付系统 他们已经向火星发起探险活动 中国人过着美好的生活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爱国主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取得了所有成就 但西方对此从来都是闭口不谈 中国正遭受西方强烈的反华宣传 西方媒体使用关键词共产主义 来煽动对中国的恐惧和仇恨 中国所做的一切都被负面报道 他们声称中国用奴隶劳动来制造iPhone 而事实上 苹果公司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公司 它赚走了大部分利润 只留一部分给富士康一家台湾公司 而极少留给中国的劳工 他们声称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是不人道的 可是同时 他们却又指责中国人口众多 污染地球 事实是 与美国相比 中国人均能耗仅为30% 他们声称中国在新疆进行了种族清洗 事实上 中国有优先考虑少数民族的政策 长期以来 少数民族被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而大多数汉族只允许生育一个 少数民族的大学录取分数很低 中国有39000座清真寺 美国只有2100座 中国穆斯林的人均清真寺数量 大约是美国的三倍 当新疆发生恐怖袭击时 中国有两个选择 一 在极端分子成为恐怖分子之前 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二 让极端分子在发动恐怖袭击和杀害无辜民众之后 轰炸他们 中国选择一 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而不是杀生 美国如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从战略舰上发射导弹 从空中投下炸弹 在新冠疫情期间 当中国采取封锁的措施时 他们被指责为不人道 而当中国因为采取积极措施而迅速恢复时 他们又被指责谎报实际数字 当中国的病例变得如此之低 以至于他们可以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支持时 他们被指责具有政治动机 西方媒体总能找到借口抨击中国 和任何国家一样 中国也有不负责任的人在做坏事 但中国政府的整体表现很好 我却一再听到西方人的评论 我喜欢中国人民 但政府是邪恶的 他们真正想要看到的是中国人推翻政府 因为目前的中国政府太好了 幸运的是 中国不是一个多党制国家 否则中国的反对党 将得到美国臭名昭著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纽约爱民主基金会来推翻政府 美国和英国无法攻破中国大陆 因此他们在香港进行反华活动 在所有的前英国殖民帝国家中 只有香港人被英国人提供BNO 英国海外国民身份 因为英国希望香港人以为他们是英国公民 而不是中国公民 这种非而置之的策略 他们经常在全世界的颜色革命中使用 他们采取低级下流的伎俩 例如考虑华为的CFO 孟晚舟和禁止华为 他们发动了一场愚蠢的贸易战 无人受益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 总是存在贸易拟差 美国就像一个卖豪车的买家 去问一个农民 为什么我总是买你的蔬菜 而你却没买我的车 三十年前 当中国人为全世界做袜子的时候 全世界都听之认之 但当中国人开始制造像华为 大疆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时 却引起渲染大波 因为当西方产品和日本产品 在技术方面与中国不相省下时 价格方面却永远无法与中国人相提并论 第一世界国家希望中国人继续做袜子 他们不想提高自己 而是想扯中国后腿 美国最近针对中国的运动 具有非常重要的背景 当利比亚 伊朗和中国决定放弃美元进行石油贸易 时卡扎菲被美国杀死 伊朗被美国制裁 现在轮到中国了 美国一直在无中生有的印美钞 美元之所以仍然被广泛接受 是因为它是唯一允许 与石油进行交易的货币 美国与沙特达成一项协议 规定石油只能以美元进行交易 没有美元 石油的地位 美元就会贬值 美国国力就会下降 因此任何企图违抗这个命令的人 都会被消灭 但是中国很快将使用一种 由黄金做后盾的数字货币 于是白宫的警报声像发疯了一样响起 中国的成就一直靠着艰苦奋斗 而不是靠掠夺世界 我对中国曾遭受的所有苦难深表彤